大家好 我现在已经回到了我的老家这边来了 老家福建昭安 昭安的小县城 我现在在这种县城 现在目前走在这种小的县城里面 整体上这样感觉还是挺有那种 不是很繁华 但是很宁静的这样一个环境 你知道吗 在福州那边待了一段时间以后 或者到我以前也到广东过 一些城市里面待过 就是原本的话 一个好好的城市 整个面地都是标语 有一段时间就搞那个 搞那个广场舞 然后大喇叭就到处 城市到处宣传 每到晚上的时候拼命叫那喇叭的话 不是说扰不扰名 而是故意把这声音弄得很大 然后是有组织性的这样出来搞这种各种各样的广场舞啊 然后那个组织的人也是有组织的 就是是有区委会里面的一些喜欢跳舞的人啊 负责啊 然后就有一套他们比较标准的那种那种舞踏啊 这种这种广场舞的舞踏 然后然后的话很多城市的话就是像这种周边的景物啊 看不到任何的商业广告 然后全部换成那种洗脑的这种广告标语啊 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的话我 那个从前两天的话我到了厦门以后就是感觉到回到了厦门 还有目前我在这个我是属于张州的跟那个厦门是隔壁的一个市 我感觉的话就是现在整体的氛围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安静一点点 而且我在下面的话我还看到了这种商业的广告 这个我已经好长时间没看到商业广告了 商业广告是有 现在连商业广告有的都都很亲切 就是在主要的主要的道路接口 主要的黄金的广告位 早期的话以前是那种市场经济时代那个改革开放前一段时间 现在这样整来整去就是整个商业广告全部取消掉了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因为有的时候城市这种对比会这么强烈 就是有的城市搞的这种 搞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什么扫黑除恶了 或者是什么广场舞 或者各种各样的洗脑的这种先传标语 为什么有的城市搞的那么轰轰烈烈 有的城市它相对来讲 它安安静静的好像也没有没有花那么多精力去做 但是也有大家看好 我在这边走一下 这边还有还是有标语的 什么那个什么脱贫的是吧 这个脱贫攻坚战了等等 脱贫攻坚战你也知道 现在企业最好的最好的脱贫方法 当然就是国家经济缝波发展了 那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是吧 那经济直接上行那是最好的脱贫方法了 不存在这种什么政治东西 东那个物资东挪西挪的方法 跟那个政治的话没多少关系 你这经济不行了 你搞任何东西都没用 还有这个也偶尔有会看到这 你看 我在还是有这种的红的标语啊 什么扫黑除了也有 但是没有像福州搞的那个样子 我到广东也一样好多地方 我在我在往从北一直往南走的时候 一路上感觉你的北京那就更要命了 北京的话除了遍地都是广告标语 还有那个朝阳老辣妈那个人人带着红袖章这样的街上走来走去 你再往南一点点 再往南一点点 比如说像山东我没有停留 在浙江吧 那广堂我也便利都是了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受到那种政治的影响比较大 然后越往南的话相对来讲就是感觉相对氛围好一点 氛围好一点 但是一些主要的大城市的话 有的也是搞的 比如说像张州 张州那个厦门的话跟福州也是很近 而且是同一个省 为什么有的城市你看 它也没有很多的大量的这种这种洗脑的 它是有的城市那种洗脑的广告 已经到了这种无孔不入的地步了 就是你只要有一个任何一个空位 哪怕就是看到比如说后面这个 这个有个什么电的电的箱子 那个高压电的电箱它也会趁这个机会给它弄上什么 扫黑除荷等等这种就是习近平的也也也那个空话 那那那标语之类的挂的满便利都是但是但是有的城市就他他是他就没有那么做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是什么 其实有的时候像这种的搞搞这种广告宣传标语啊是是应该的话是有地方他是可以控制的 他不是说全国只有一种模式大家都一样 但是上面如果有任务下来的话 他这个东西涉及到一个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官场的问题在中国 如果如果上面上面有一个一个宣传的命令下来或者说有有一个相同的事情 比如说像搞这种什么扫黑除荷或者任何一项任务政治任务吧 这样颁布下来以后有的人有的比如说在官场上 如果你要是拍马匹拍的想的人就他就不管老百姓死活 不管的国家已经穷的叮当响了老百姓失业的一大群啊 是什么财政什么全部没问题没事他把所有的钱全部全部用来用来贴这种洗脑用的这种标语 也不管这个如果再返回到文革时代的话会死掉多少人会再整整整整整的国家闭关锁国 他不思考这个因为你你只要拍马匹拍的越想他可能翻就是就是在植物上可能往上攀爬的机会就越多嘛是吧 所以有的城市他就把可能把所有的资源全部投在里面 他不管你死活反正就是因为因为都大家都知道像官场的东西他他只要爬上去就好了爬上去他有新的一个 比如说我由县长到市长一急急往上爬爬上去管理老百姓死活是吧 所以你关于国家经济怎么样他根本没人会聊你的 包括现在我以前一直有的那个搞城市里面搞所谓的那个什么 呃城市里面搞所谓的那个叫做卫生城市哈大家看到有的卫生城市甚至镇上都在都在评显所谓的卫生镇啊等等这个问题 我以前一直都没弄明白卫生镇卫生镇的话这个东西你凭那么多干什么呢 我现在想起来了所谓的卫生镇是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让你整齐华一的比如说像有什么政治宣传任务的时候你只要只要打上这种 比如说我去参加这种什么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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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有的菜市场有的摊位进去摆摊的话 可能很多要求 然后一次要交很多钱 需要一大笔钱 有的本地的一些老百姓 可能他们出来摆摊的时候 他没有机会让你摆 你只能跑到他指定的菜市场里面去摆 那菜市场他就可以卖更高的价格了 摊位费就可以增加了 然后一举多的 就是关于老百姓生死 这个是完全无事 但是他这样做 第一个他升官爬得很快 第二个的话 你形成了垄断市场的时候 形成了垄断市场以后 那他的政府的收入就增加了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也在想 其实城市对城市的这种财政收入 我不懂这点 但是如果财政收入的话 像那种以前早期的那种商业 比较发达的那个时代 如果城市的商业广告 是不是也是一笔很重要的收入呢 但是全部拿去换成那种洗脑用的 那个广告标语 是不是也是一个一笔巨大的损失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但是中央肯定的 或者说习近平的团队 他肯定不会这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或者说他为了为了搞这种独裁 他肯定要把所有的资源 全部全部用来洗脑了 包括所有的电视台 肯定所走的路 肯定是按这样的套路来做的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 你活在中国的话 有的时候会感觉到 非常非常极端的压抑 会感觉非常极端压抑 像这种的 我现在到这里来 哪怕这小矮县城 是啊是没有什么 也不见得有什么商业繁华东西 但是连这种的 稍微让你感觉 总算能够呼吸一口新鲜的 空气的机会都没有了 现在在中国知道吗 这个国家的话 真的是有点处在一种 极度疯狂的一个状态 所以非常焦虑 这个国家的未来 非常令人非常地非常焦虑 知道吗 我在我跑了好多个地方 广东有的地方也一样 像本身的话 广东福建 包括广西的地方的话 这几个省相对来讲 本身是相对来讲 就在政治上 或者本地老百姓的性格来讲 应该是比较不会太多 恐惧这种北京这方面的政治压力 因为性格的话 都比较南方的话 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正义感 行动力也还很强 因为商业方面也相对比较发达 他也不会接受太多 那种洗脑的那一套 但是你没办法 因为你整个机制就这样的 你不管是广东 你只要你执政者 你想要往上爬 你就要好好表现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 谁最没底线 谁最无底线的人 他就可能就爬得越快 所以他这种机制 就自然而然地导致 谁越黑的话 他就越有机会 那么大家都知道 对大家好无意义的一大堆 这个洗脑的广告牌的话 他就会全部挂满掉 到处都是那个洗脑广告牌 这样 我现在时间差不多到了 一会我要去那个 我要去看看我的那个 护照有没有着落 那现在的话 就在路上就暂时的谈 聊几句 好